这次办会国之后呢 家里面就完全是从零开始布置的嘛 其实现在还是处于正在布置装饰的一个阶段 就也逛了很多上海的家具店啊 小买手店之类的 这段时间就发现了特别多颜值爆表的小众家具好物 还有一些呢 就是家里面每次我都会回购一些万年回购不可或缺的单品 都是朋友来家里面玩之后被种草最多 然后呢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能提升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精致度啊 幸福感的单品 就像一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跟非常熟悉的Look Fantastic一支合作视频 然后黑五呢 是他们一年一度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候了 所以就特别适合来囤我们平时的彩妆啊 或者说是护肤品 品牌是非常全的 而且其实这个网站它也是有一个定价优势的 像是我每一次都会在他们网站上 趁活动囤的奥伦纳素的冰白面膜 它原价那一盒呢是660人民币 这一次黑五折扣呢 折后它就是375人民币 其实就相当于直接半价了 而且很多比较不太容易购买的欧美小众品牌 它上面也很全 380人民币就可以免运费 有机国内码支付宝啊 微信都可以 海外的小伙伴们也OK的 就是在他们的收获地址 填写自己相应国家的收获地址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先从我这个卧室床头的小区域开始 这些都是我的小宝藏 这款就算是回购了 因为之前在温哥华的时候 我就用空瓶了一罐 然后回来之后又回购了一款 然后尝试了一个新的味道 这款我记得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就说它是让我很真香的产品 就是你会发现不知不觉 既然你自己已经沉浸在它这股 大自然的那个味道力量当中了 而且它是我目前发现 Harry最迷恋的香氛产品 现在是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要在被子上喷一喷 然后闻着它那一股 让人很安心很沉浸的味道 非常有安全感的入水 我最先买的是俄罗斯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呢 会让我很明显的感受到雪松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点 可能冬日我们坐在暖炉旁的那种 就是小小的一个烟熏感 然后它里面应该是还有一些 茉莉啊 然后西油液的味道 但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花果香调的女生的话 一开始绝对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后续是有上头风险的 接下来就是New这一款香薰 这个品牌呢 也是之前逛一些集合买手店的时候 会逛到的一个品牌 然后最开始了解它呢 其实是我在网上看 它是英国皇室运用的香粉嘛 然后它的原材料呢 都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据我说它那个蜡烛有一些蜡油 它是直接可以当成身体油的 我就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蛮好的 我最近就是之前也跟大家说 我是喜欢这种疗愈卦的香风啊 或者说蜡烛 因为我睡眠不是特别的好嘛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在卧室里面放一些 可以让我比较沉浸啊 然后比较舒缓的这种味道 它的这个精油感就是特别的明显 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橙花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淡淡的柠檬的味道 就是属于这种放松疗愈卦的 但是又能在里面感受到一点点春天觉醒的那种味道 我还挺喜欢的 特别特别的天然 我真的超级的纯 它其实上面是有一个银色的盖子的 但是我当时不小心把那个盖子给扔掉了 我觉得它的扩香力度的话 我之前把它放到那个小卧室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但是可能这个主卧稍微大一点的话 它就是会淡淡的那种香气 如果说就是家里面的香薰 感觉到它的扩香能力不太行的话 我一般就是会把它的这个藤条 倒一个个儿 就是再倒过来重新装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小护手霜吧 我也是把它放在床头了 我觉得护手霜用完也挺难的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 它的包装一定要好看 因为它是一个瑞典的品牌嘛 所以看到它的包装也是走的这一种极简风的 还蛮可爱的 特别的简约 是这种黑白的 然后这个品牌呢 它其实主打也是天然有机 就我之前看到的介绍 就是说当地的海岸居民 因为气候的原因 皮肤不是曝晒啊 就是寒风 所以就研发了这样一套天然有机的身体护理品牌 其实这个也算是回购了 我之前在温哥华的时候是买过玫瑰味道的 因为它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里面的精油成分也不一样嘛 像玫瑰的就是玫瑰精油 那疗效呢 其实也是不同的 这一款就是西柚 然后混合薰衣草那种精油的味道 还是比较清新的 是那种淡淡的草本香气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效果也不错 就是它涂上去之后啊 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里面是有乳木果油和椰子油嘛 都是滋养效果很好的成分 而且涂上去之后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你能感觉手上像有一层薄薄的一种保护膜 但是它又很好吸收 不会粘腻 我会在床头放一些我的眼膜 这个是妖妖Skin的那个黑钻的眼膜嘛 也回购了好几盒了 它是我一般只在打折的时候来买 因为平时的价格时数是有一点偏高 而且一般情况下我就 比如说有重要的事情 我会用一下这个 其他情况下就可能用 性价比比较高便宜一点的那种眼膜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活动的时候来吞吧 它的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立竿见影的那种 它里面是那种胶状的 而且特别的好看 就上面会有一些 布林布林那种亮晶晶在上面 没有什么多余那种精华液 就是果冻的那种质地 贴上去最后可能贴个20分钟 半个小时这个样子吧 眼下的细纹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这个是在后续上妆的时候 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还有就是 我觉得它对于黑眼圈 也是有一个比较及时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面膜啊眼膜 就只能趁折扣的时候来囤一下 因为价格确实是偏高 面膜我觉得也挺贵的 但确实是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们家那款亮白的面膜 就是粉色包装的 也特别的好用 而且它的那个效果是 持续到第二天都很明显的 还有就是这款整套 绝对是我完全离不开的单品 这个是我从文革华背回来的 我已经用了四五年左右了吧 我案例给了身边所有人换了这个枕套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用真丝枕套了 但就是真丝它太难去护理了 什么积析手挟啊 晾晒各种问题 而且我是不太喜欢床品 看起来皱皱的 但是真丝它其实很难护理 护理不好的话 它就去上面全都是这种褶皱 但是这个就很方便 就直接积析烘干 然后铺上之后 就是很平整很顺滑 没有任何褶皱 这就让我视觉上看起来就很爽 然后其实它主打呢 是里面还有氧化瞳 它说的是有美容抗皱的功效 但我觉得这个太扯淡了 你怎么可能一个枕头就给你去皱啊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它对于皮肤 跟正常的枕头来说 是没有什么刺激 可以减少一个摩擦 比较明显的 其实就是我之前睡觉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的睡得很特别的严重 但是用了它之后 这个状况就减轻了很多 还有就是早上起来 头发不会说那么毛躁了 你知道其实它最大的魔力在哪吗 就是你用了它之后 用了一次之后 你就再也睡不回普通的枕头了 因为它实在是 这个触感太舒服 太丝滑了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稍微就是有 对你的脸有点点冰冰凉凉的 那种就超级的舒服 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搬新家 或者说过节送长辈 什么之类的都很合适 因为我觉得这个刚需 而且它真的挺耐用的 你看我用了这么久了 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形啊 或者说是拖线 还是非常好的 我其实觉得洗手台也是蛮重要的 我自己的话是不太喜欢在洗手台上摆太多的东西 一般呢我就把最必要的最常用的都留下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E-SOP 我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洗手液嘛 我已经回购了第五瓶第六瓶了吧 这款呢它是里面有带磨砂颗粒的那一款 一般冬天我会比较喜欢用这一款 然后夏天的话可能会换成没有磨砂颗粒的那一款 它里面就是那种草本的味道 然后混有一点点柑橘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一款因为它里面正好有这种磨砂 所以你每次洗手就相当于做了一次 特别温和的去角质的护理 就还挺适合冬天的 洗完之后手很软然后滑滑的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而且这一大罐其实还挺耐用的 我觉得它的洗手液算是性价比还OK 因为真的能用挺长时间的 然后呢就是Asof这个漱口水 这个也是回购了 我之前也是用空瓶了几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用的还是挺快的 然后这一款呢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就是 平时我们用漱口水的话 它可能那种辛辣感会比较的重 又会比较辣口 但是它呢就是很Asof 它里面就是除了那种薄荷味 还混合了它们很经典的这种草本的味道 而且你用完之后嘴里还有一点那种甘甜的感觉 所以我就还挺喜欢的 这个我用的说真的还挺快的 但是它的这个平身设计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 你用完之后其实把它当成一个那种小花瓶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它们家的产品就很适合一套都摆在那边 看着特别的舒服 还有这一款Regenerate牙膏也是我一直一直在回购 它是哪有存在呢 你其实也说不上它哪里特别的好 说不上它跟其他的牙膏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但也就是不停不停的在回购它 一直在使用它 我家里面也是至少有两个囤货期 每次活动的时候可能都会用一些 因为牙膏其实消耗的也是很快的嘛 它的话特别好的一点呢 其实就是它挤出来那个膏体 非常的漂亮 它上面是有一些细闪的 就是你看起来也是 不灵不灵很好看的那种膏体 然后呢它的泡沫也是很细腻的 就它也是没有那么辣口 不像其他的薄荷可能特别的呛吧 就是还是很舒服的 这主打修复牙油质的牙膏嘛 我用了它之后 确实牙龈出血的状况是改善了很多 就这点还是蛮明显的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 我买了特别多那个香牌嘛 就是那个粉色那个包装的 一个韩国的那个品牌 然后呢 我挂了几个挂在Hair的衣橱里面了 他直接给我拿了 他说他现在衣服上都是内衣的 因为我选的几个味道都是比较女生的 可能比较甜甜的那种味道吧 我就想说给他换一个中性一点的 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品牌 这个我选的是一个柠檬味道的 它的味道呢 就是淡淡的柠檬味 还有薰荫草味道 这个就很适合挂在男生的衣橱里面 或者说喜欢中性味道的 就是很小清新的那种吧 拿出来衣服也是淡淡的那种 小柠檬的香气 主要是我觉得它上面的这个柠檬片太漂亮了 大家应该会买过他们家的蜡烛 也是一个法国又百年历史的品牌了 主打的还是天然有机 就是他们说是孕妇幼儿都可以用的 现在可能是长大了 就是对这种天然有机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就特别的着迷 这个就是其实挂在车里面也很合适 非常的好看 很精致 他们家的包装 不管是蜡烛还是这个 我一个都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它的包装设计太好看了 我刚才特地拿过来了 就是它的蜡烛包装也是 全部都是有很多这种花卉的图案 很精致的包装 我都每个都留下了都不舍得扔 马上就要圣诞节了嘛 所以这个视频呢 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抽奖 就是我又自己准备了三个这种小礼盒 每个礼盒里面的东西呢 还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选择拿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 首先是一张偶的手写祝福小卡片 然后呢就是 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 EASOP这一款室内喷雾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味道 就是鹅老司那个味道 如果你正好喜欢木质香调 那就撤到这个礼盒就太好了 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法国品牌的蜡烛 你们看到这个蜡烛的包装是不是都特别特别的好看 上面的图案都很精致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饰品 这个饰品是斐多玛的一个饰品 这个里面是一条这种珍珠项链 我觉得这一条超美 巨美 就是一年四一代都很合适 上面的这个小设计特别的好看 而且我觉得年会啊 你像年底各种活动就很多嘛 这个穿裙子戴的话还蛮合适的 然后还有一只 我超级喜欢的Roman的唇釉 一只水光唇釉 这个是这个小礼盒的东西 然后其他两个就不给大家看了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然后我就在YouTube、B站、微博 这三个平台 每一个平台的评论里面抽一位同学 一周之后抽出 我抽中的这三位同学呢 正好有在Look Fantastic上下单 那还会在额外赠送一个50磅到150磅之间 的一个礼卡 就是一个带金券 对 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希望之后抽到的同学会喜欢我送的小礼盒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